大陸民眾不滿中共打著防疫旗號監控百姓 憤而聲明退黨 下面是他們退黨聲明的節選 來自北京的陶平安說呢 北京能堂食的飯館登記姓名、手機號碼、身份證號碼、溫度日期 這是防瘟疫還是打著瘟疫旗號維穩監控百姓呢 吃飯跟手機有關係嗎?吃飯跟身份證有關係嗎? 身份不好就不給飯吃嗎?長得不好看是否就要活埋呢? 沒被瘟疫瘟死 還得被中共氣死不成 中共幽靈不得好死 陶平安自願退出中共邪教團隊組織 另一位網友江輝說 因兒時受洗腦時教育 上學時積極入隊入團 還當兵參軍入黨 近年看著邪共統治的大陸 中華大地千瘡百孔 人民生活在水深火月之中 精神言論及信仰自由深受迫害 通過翻牆認識到海內外許多勇敢正義的有志之士 認清了這個組織 加之這次武漢肺炎帶給全世界的災難 我深信邪共這次肯定會在世界各國的討伐中 受到清算 解體 走向滅亡之路 我特此聲明 退黨退團退隊 與這個深惡痛絕的組織劃清界限 努力祈求 出席